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年强调每个人都能快乐五分钟 我在那个VG是惊头肺浪的亚兵们 苏玛丽肺域我在那儿卤大肠 那么太少呢我确实是看不到 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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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的司机连接起来 可以一直连到油菜画盛开的地方 下来下来下来 下来下来 今年的新人是很强的 今年宝图的决然确实差点太大了 那如果真来了一个母鸡 那场面也很尴尬对吧 他来了一敲门 我说你谁呀 他说哎呀我母鸡啊 我觉得新人的所谓的老一代选手吧 都没有那么的冲 但是从邦境国那儿开始破冰 然后呢就让这帮老演员们 都开始状态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就是 这帮演员们互相帮掺的地方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哦 是我的 哎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寻找味就来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恭喜 恭喜动物 奔响 行吗 哦 初围太厉害了 恭喜哈佛 这够炸的啊 二分之一初围赛 到这里结束 比赛刚刚开始残酷 还在后面 哦 又来了 又来了 请前往齐志强领取自己的名牌 哎呦 哎 没那么拥挤了啊 没那么拥挤了 你们是冠军 你的是忽兰总冠军 我这非常后悔 我当时就觉得好玩 就写了这个 哦 怎么做呀 咱们说这边是四等了 四等了 那我们也没有资格了 你就别在这上我们座了 哈哈 我已经听不到你们的淘汰感言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 哟 你也是个漫才 我也是个漫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小玩 神经病 来 四等了大座 大座 哈哈哈哈 上大巴了 哈哈哈哈 哦 哈喽哈喽 按灯做的 四等了在我们这边 来坐坐坐坐 坐 你们坐那边 这边是四等的人才能坐的 哦就是四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呦 哎呦 你们三个都是四等哈 哈哈哈 检查一下你的灯 哈哈哈哈 哈哈 没有没有混进来的 全球是分开做的吗 挺好 挺有讽刺的意义 脱续就是要讽刺 没有拿到四等 也不配坐在我那个位置 不配坐在我那个位置 不配坐在我那个位置 我没感觉 我没感觉他们 他们表现有多好 哈哈哈哈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赛段 现在需要大家推选一位 代班主持人 来宣布本赛段规则 小北去主持他们 小北 小北去 叫我吗啊 他让我来就是大家 哦 有请代理主持人小北 来到台前领取规则卡 这里是吧 好 这个首先呢 是恭喜各位选手 成功晋级到 脱口学大会第五季的第二赛段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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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争作行业天花板的 经典娟山有机奶 从黄金奶元带的 有机牧场 八百里加急 送来的第二赛段的 规则卡 感谢娟山有机奶 耶 那么下面 我先公布第二赛段的规则 登上天花板舞台的选手 与未登上天花板舞台的选手 将分开比赛 登上天花板舞台的选手 淘汰率低 且拥有跳段的机会 未登上天花板舞台的选手 淘汰率更高 更为残酷 下面我先公布天花板舞台的规则 17名选手 将分为四组进行比赛 按照那头排名顺序 从第二名开始 由高到低一次进行选择 那头第一名选手 将在最后进行选择 可以加入任意一组 形成五人组 每个小组的最后一名淘汰 第一名可以跳段 什么叫跳段 我们问这个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问题 有什么意义 这是 就是少比一轮 下一轮 不用比 直接进 跳段的机会太羡慕了 但是没办法 毕竟人家得了四灯 确实是应该有这样的 好的一个待遇 那我们也是人呢 他们确实 赢了之后的福利也没有我们好 然后输了也比我们更惨 我觉得很好很好 你下回好好努力吧 很合理吧 我觉得 就这样的话 人家四灯才有意义嘛 要不然四灯的意义在哪里呢 天花板舞台呢 放眼望去 谁能被淘汰 谁能晋级这件事情 颇朔迷离 对 基本上是预测不到的 都很强吧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非常死亡的小组 现在由我来宣布那头名单 那头排名第一名的是 是谁呢 第一名的是 何广志 谢谢 名不复识 谢谢 你可以在最后做出你的选择 不是 那我很难受 就是我必须得让一个人不能跳段了 就很难受 就很难受 哎呀 你已经开始 你这一次就是本来有一个跳段 你给弄走了 听懂了 听懂了 虽然听懂了 但别挑我 不是 啥意思 我不是可以跳段吗 你不可以跳段 你得赢了才能跳段 那头就跳段 你想直接跳段 那头就跳段 早知道我运作运作了 好 我们来宣布那头第二名的是 王建国 谢谢各位大哥大嫂 做出你的选择上来 那我贴 就贴这吧 就归正一点 第六 毕竟是一六代对手 我们现在公布那头排名的第三名 是童陌南 好稳 陌南 贴第一排 我要是你不就打王建国 童陌南 不 请那头第四名的忽兰 王建国后面 王建国后面 没悬念 聪明人 请第五名的肉食杜 不然贴建国后面吧 不 不 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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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神汗 哈哈哈哈哈哈 我汗都下来了 下来我也是 前四个人可以说是毫无惊喜啊 让我们有请那头排名的第六名小佳 小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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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观小伙 靠身体残缺 争上脱口秀大会 你可以吗 哈哈哈哈 啊 太厉害了 今年小佳的表演特别好 我看好小佳一路走进决赛 哦 很关键很关键 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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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没欺负过你啊 小佳 哈哈哈哈 你觉得谁弱 你想赢谁 为什么 为什么 建国实力都挺强的但是我准备的东西也不差 然后我觉得也有希望去充一个好的成绩让建国有更多的表现的机会啊 好 大余总完了 大余总完了 不敢有人在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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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现在呢已经符合了条件我们现在撕开第三列啊 这么玩的 请那头排名第七名的杨丽 好 好 谢谢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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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我就这儿了 我可以多比一轮不用跳段 有请那头第八名的豆豆 小佳 小佳 哈哈哈 布兰哥 他们这组太狠了 那也非常激烈 小佳 今年的状态就是特别好 建国跟我们是一个断档的存在 断层顶流 学了他们那个可能就会输得很难看 我贴这儿吧 我贴这儿吧 王建国加小佳 对于后面的人来说 是绝对不想碰的 谁都不想成为一个绝对的有两强的人后面那个组 因为要打掉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人太难了 哇 多戴上小佳 哦 那组是没人选哈 这个选了 就是自权的 好恐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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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那头第14名的鸟鸟 鸟鸟 鸟鸟 这都很难 鸟鸟要贴低音速的 你从鸟鸟的风格来看 其实他贴第三个 耶 完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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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成团可以出道了 湖南呢 蒙哥呢 斗鸟 娘娘都是去年非常强的 老人也好 新人也好 然后我觉得他们这组应该是死亡之组 全力以后准备 大家好好比一比 有请那头排名第15名的毛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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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毛豆 他是练艳强的 我够像能打过他的 有一种 一强折强的那种感觉吧 哈哈哈哈 太帅了 太帅了 我的神 那就第一个呗 哦 哦 啊 哇 我的天哪 他们太牛了 我觉得他们能够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就 就绝对是能扛得住的 我不行 我要在那个里面上死得透透的 嗯 确实希望能跟真正的厉害的人 对战嘛 这样输了最起码不丢人 其实你是不怕建国和小家的是吗 能上的话肯定一定要 嗯 试试一试嘛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一个 荣誉吧 我们节目上见 现在最慌的是广志 哈哈哈 广志这哪个都可以拿 哈哈哈 广志太难了 好 现在有请那头第一名的何广志做选择 走 不是这都很强 我其实选哪边啊 广志你去思考一下他的战绩啊 他其实赢过所有人 赢过忽兰 好像还赢过肉食动物 他是赢过慢财的人 他能接住任何东西 何广志非常厉害 他会选第二个 我搁这儿跑就搁这儿了 搁这儿跑就搁这儿了 何广志 哇塞 童老师 回去拍视频了 啊 为啥呀 童老师太孤单了 我觉得 因为童老师太孤单了 我不知道 第二组 我觉得童梦男还挺强的 他可以激发我的一些创作能力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只想晋级的话 你就是跟那一组里面的最后一名比嘛 你如果想要跳段 你就要挑战一个最强的 你觉得你在你们组能有希望 争一阵跳段子 要 我争一阵不淘汰吧 我们组都有谁啊 我们组一个慢财 一个斑斓的 就剩下我跟浩斯 我们俩争谁淘汰了 应该是 那一组的风格都非常的鲜明 而且我甚至觉得他们四个当中会有意外 五个人那一组 我觉得孟来这一季比赛表现很强眼嘛 然后广志又是那头出来的第一名 这组就是看广志跟童梦男这个对决 就广志比较有机会来争夺这个跳段的名额 乌兰那个组是真正的死亡之组 那组反正在我心目当中就是非常的残酷 因为他们四个人我觉得 都至少具备半决赛的实力 建国小家 毛豆黑等 建国好难啊 建国加油 我们应该是属于我们三个 新年跟见过这个老人去做对决 然后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 哇 好看 太凶了 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死亡之组 各个都是死亡之组 最期待孤兰那个组的表演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非常想看 我都挺期待 而且还有一些很厉害的 特别未知的人 就挺恐怖的 有很多巅峰状态的人 挺兴奋的 谁能敬谁会走还说不定 强的人始终都是强的 强强的对抗 注定非常的精彩 这个应该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挑战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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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其实我是有恐高症的 整个生上来的过程 我真是要吓死了 为什么呀 太害怕了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脱口秀大会 第五季第二赛段 我们这个呢 本来设计的是个天花板 就第一赛段都是在楼下弄的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赛段就弄得更残酷一点嘛 突围赛已经淘汰了好多朋友了 这个赛段呢 又要淘汰不少人 分成了几个组 每组四个人 第一名天花板晋级 二三名普通晋级 第四名就从这儿推下去 是吧 所以我们淘汰率还是很高的啊 25%的淘汰率 但是 跟经典 涓山有机奶 还是比不了 全国奶牛 大约只有1%的珍稀 涓山牛 他们呢 也是啊 他们要是办一个这个奶牛大会 比我们残酷啊 比我们残酷 按照这个他们的淘汰率呢 我们这季50多个演员 只能选半个大王出来 我们新的赛段 又有两位新的领校员加入 第一位领校员呢 来过我们吐槽大会 擅长叫什么 逆风翻盘 观众员很好 美女 大美女 但是大家提到美女的时候 总要说她是搞笑美女 不知道为啥 掌声有请 杨昌悦 哈喽 大老师好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领校员 这位是擅长逆风翻盘 这第二位呢 擅长的是逆战 所以说今年 逆战的地位已经被雇佣者 完全都取代 杰哥呢 一直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说每一期都看 而且呢 去年有一期半决赛 说反复看60多遍 最喜欢那个开场演员的表演 我说谁 谁呢 掌声有请 张婷 大家好 我是张洁 大家好 我是张洁 很开心 来到偷口秀大会 平时呢 我和娜娜就 经常看这个节目 她上次也来过嘛 还模仿了 徐志胜 她来之前 天天在家练 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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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杰哥 给我一个尾 她模仿得越像 我越不敢回家 这么多年 有很多人 不看好我们的感情 我都没有动摇 这是我第一次 对我们的感情 产生了Win Haul 一年之后的call back 来这个节目 我确实是挺忐忑的 不是怕表现得不好 就是怕 穿得不够时尚 上台前 我还问我的造型师 这套衣服 不涂吧 造型师说 杰哥 那你自己觉得 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说 我觉得挺好看的 他说 杰哥都这么说了 那咱就换一件吧 我很少 上不唱歌的节目 因为除了音乐 我其他都不是很擅长 出门前 同事还说 去了 少聊歌的事 我说好 那我不提今年 是逆战发行十周年了 他说 你可以聊聊 和娜娜的事 说起来 我和娜娜 是十五年前认识的 那个时候 我完全没有想到 五年后 会发行逆战 逆战 在中小学生当中 是非常火的 而这两年 又火了一首 孤勇者 确实好听 我挺上头的 前两天 我的孩子还拉着我说 爸爸 我想听你唱歌 能给我们唱逆战吗 我说 唱逆战吗 战啊 用嘴巴 当然 这我也接受 什么都不会一只火 所以 脱口秀大会的老选手 才会反复来 参赛 今天我很开心啊 没有看到 磅礴 智盛 成禄 这些老人 倒是看到了 非常多的 新鲜的血液 后来我才知道 这些老人 都在一楼 来不了天花板舞台 很遗憾啊 看不到你们精彩的表演 只能看到一些 更精彩的 节目嘛 确实是非常残酷的 就像今天 注定会有 四个人离开这个舞台 我这个话说的 有点不好听啊 但是我这样说 最多 就得罪四个人 剩下那13个人 也别高兴得太早 毕竟这才第三期 我这说话 是有点太直了 对不对 这样 没关系 我是歌手 我可以把难听的话 我可以把难听的话 唱好听 这首歌 就不会再失败 就不会再失败 今天你感觉自己 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 放心吧 朋友 你想拿更多 也拿不出来 也拿不出来 什么话 什么话 这么难听的话 唱出来 果然好听多了 在这残酷的舞台 谁都不会一直在 你拿了冠军 又怎样 只要有人 抱着吉他上台 就会把你取代 这唱出来 是有点直白了 指向性太强 我还是得婉转一点 就会把你取代 这样婉转多了吧 王敏 大家都在不停奔跑 为了心中那个目标 每个人都想爬得更高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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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么高 开始有点累了 刚才确实说了一些 不太好听的话 但真话哪有好听的呢 现实哪有不残酷的呢 我也和大家一样 经历了很多 但我们今天 仍然站在舞台上面 坚持着自己的视野 因为 这就是爱 你不归的模样 就说容易上头嘛 谢谢大家 我是张杰 好 你看没有 每个人都可以 五分钟音乐脱口秀 最后这个包袱我还喜欢 杰哥感觉自己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可以转行了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 超越感觉怎么样 没想到 还挺好笑的 没想到 还挺好笑 你是什么期待啊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然后 就是昨天 我在飞机上 还看到杰哥了 但我没敢认 因为我印象中 杰哥不会拿吉他弹杖 我说 拿吉他 一定不是杰哥 今天一过来 原来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好 让我们再次欢迎 三位领教员 谢谢大家 也跟大家再拨打一遍赛制 波口学大会 天花板舞台 直通赛 突围赛中 四灯晋级的17组演员 已经分为四组 将展开组内对决 每组的第一名 可跳过主题赛 直通第七期 天花板舞台 每组的最后一名 则遗憾的舞台 组内其他演员 则将回到一层舞台 参与主题赛段的比赛 四个领教员 一灯是两票 各位观众呢 一票 我们 这是一个简单的加法 为了加起来 刚好是200票 我们本场满票是200票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分组情况 第一组 House 杨波 邱瑞 肉食动物 这么强 这组特别丰富 第二组 阿虹 不惊云 杨丽 佟默南 何 广志 第三组 黑灯 毛豆 小佳 王建国 一组 王建国要被淘汰了 哇 好惊喜 好惊涮呀 最后一组 鸟鸟 蒙恩 豆豆 乌海 那个广志 听说是 你是那头第一 所以你们是五个人 好帅 怎么会这么帅 我确实这个 那头第一啊 那头第一 有些虚 有些晃 明目复实感觉 但也还好 我现在也 不是特别紧张 因为我们组 不是第一个上的 反正也不是第一个被淘汰 可以先看别人被淘汰 而且我和广志两个人 也商量过 说咱俩起码 还能留下一个 听得出来很虚 怎么这么虚啊 莫南 莫南有点底气 好不好 这一组的朋友们 我也那么回事 鸟鸟是怎么 就跟忽然一组了 是你选的是吧 也是一时糊涂 我现在就是后悔 你们这一组 好像确实都 有点激烈啊 国财 刚刚大老师说 国财好像又要淘汰了 他们组很强啊 做好准备了 准备 我该说点啥 那个淘汰感言 那一会儿再讲 一会儿再讲 感言 感动不感言 今天呢 大家在现场 光看这十七组 可能还 不够过瘾 其他的朋友也在 只不过这二楼地儿 确实是有限 他们就没在现场 来我们连线一下吧 观战边的朋友 他们呢 就是在突围赛阶段 没有得到四灯 就水平次一点的 老提克干什么 我看你们好像 后面有小琴什么的 他真像那个商场 帮我促销的 欢迎您 欢迎 那你预测一个 第一组谁淘汰吧 这么会聊天 听不见了 气号不好是不是 风又大了 李大琴本来说 淘汰谁来着 那我们每一组 四个人或者五个人 比完之后 我们呢就签到 这个切到观战间 看看他们的 支持的情况 我们还是照例 问一下 新进领校园的 拍灯标准吧 先问超越吧 我觉得好笑就行 好笑就行 对 就长得帅什么的 都不加分 长得帅 加分啊 加分 那你觉得我们这儿 谁比较帅呢 就是 徐志胜 有什么 可以可以可以 有品味 喜欢陆寒 是应该的啊 颜值 颜值 是 杰哥呢 我其实 我从第一季就开始看 对 杰哥忠实观众 我就觉得一定 那个喜剧要 一定要让我笑 因为我在看 其他的节目的时候啊 我基本上是不笑的 最多有些时候 很笑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冷笑 已经很笑了 杜波老师 今天你要有一个机会 全程捕捉杰哥的冷笑 好吧 我们给那个杜波小演员 挂在床头上来 激励他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的比赛了 今天开场的朋友呢 曾经凭借银行贵员的段子 一战成名 后来呢 又沉寂了一点 今年突围赛的时候 强势回归 作为开场演员 还是有点压力 让我们掌声欢迎 House 你觉得自己最近准备的怎么样 我觉得我自己的 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不亚于他们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会选择这样一种 比较高难度的 不管是进击还是失败 只有这样的路 才能让我得到真正的进步 这两天试了开封卖 发现适合比赛的那种梗都非常好 但是就是我自己讲不出感觉来 我可能内心不是特别想表达这个主题 所以我现在一直摇摆不定的 找朋友读稿 集思广义 莫南严严月他们帮了我很久 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帮我 每天可能有空的时候就问问你稿子弄得怎么样了 帮你看看 这个可以 那你还深 我已经不知道哪个好了 现在 我觉得你就这辛苦和这辛苦不同重复的 我是觉得其他人拍了一个你没拍好这样的对比 我就选一个方向了 方向太多了 严严月他们发现我在讲我最想讲的内容的时候 我的表演状态会比我这两天开放卖的状态好很多 我觉得我还是忠于自己 就是还是换回我之前 也是我讲着比较顺手 也比较想表达的主题比较好 这么长时间过去 其实我觉得让我最开心的 我发现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晋级 还是有一群朋友愿意帮你 然后也愿意问你的意见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进步 互相支持 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把这个当最后一次的机会 我一定没问题的 大家好 我是耗子 你们好吗 我终于回来了 你们知道过去的一年我有多憋屈吗 如果你们只看了去年的节目 对我没有印象 我非常理解 毕竟我风光的时候是在前年 前年的我有多风光呢 这么说吧 前年我所有大大小小的演出 打车从来没有报销过 没必要 去年我学到一个冷知识 本年度是不能报销上一个财年的消费票据的 我这个人是既心疼钱又大手大脚 经常会花出意料之外的钱 我现在花钱的大头是我家养的流浪狗 我本来以为流浪狗是免费送的 结果救助战员跟我说领养是要交一千块钱押金的 一年以后狗要没事一千块钱还给你 这狗也归你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明白 这狗相当于利息吗 专业专业 我是专业的 流浪狗实在太难养了 但是我也必须得继续养 因为我老婆爱狗 不到万不得已 我可不敢跟我老婆说我不想养了 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家庭中是什么位置 我们家的地位排序是老婆 Dog Underdog 但是狗有一点我真的受不了 它们会拆家 屡教不改 怎么说没有 狗只能理解两件事 一旦我对它大喊大叫 它就确定我在生气 我对它轻声细语 它就觉得我要给它吃的 所以我没办法跟它们讲道理 我之前就跟狗说不要再拆家了 我赔不起 再拆我就把你赶出去 那条狗当时就懵了 完全不理解我在表达什么 就开始往我身上蹭 我当时真的非常生气 我跟我老婆说这狗送人吧 我养不了了 我老婆跟我说 你当初不是这么承诺的 你现在要不就接着养 要不然你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当时我就有点懵了 因为如果它对我大喊大叫的话 我能确定它是在生气 我就不太理解它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就只好往它身上蹭 其实我也没必要跟狗一般见识 毕竟狗拆家这个行为 根本拆不散这个家 只有我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会投资嘛 我每次赔钱了 我都会跟我老婆解释 你不能只看眼前 我奉行的是长期主义 投资最重要的是坚持 我老婆说你从来也没赚过钱 还坚持呢 你的长期是多长啊 长期主义也不能长过 一个人的寿命吧 咱不怕你懒惰 就怕你上进呀 我这两年投资投的 活生生把全家都给陷高了 什么消费都不敢有 我用的手机之前 每年我都会更新换代 今年九月 人家要出到第十四代了 我发现我实在跟不起了 因为每次的性能 都只提升一点点 但营销的用词 都恨不得能夸上天 动不动就是 颠覆行业的一次重大变革 人类科技的一次拐点 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真的很纳闷 人类科技怎么老拐 年年都拐 一到九月就拐 人类科技 是被你开到环岛上了吗 每年一到九月底 我就感觉有一个 穿着黑色高领衬衫的老头 在对着我喊 拐了 拐了 再拐了 再拐了 我深受这些发布会的影响 我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叫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我现在不如社会八年了 结果我和我的狗一样 Still hungry Still foolish 压垮我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前两天 我一朋友生孩子了 我包红包的时候发现 ATM取不出钱 我以为机器坏了 仔细一看卡里余额75块6 那一瞬间 我仿佛感到一幕幕往事 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 所有那些我冲动消费过的东西 吃灰的游戏机 没开封的书穿过一次的衣服 丢了不知道第几个的耳机 上过两节四教课 戴了一半的牙套 羞愤难当的我 立刻冲向柜台 说出了我这辈子最横的一句话 给我把卡里的钱全取出来 那天我把卡消了 也顿悟了 果然我对抗消费主义的大招 就只能是余额不足 好 谢谢大家 我是House 谢谢House 喜欢House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投票倒计时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怎么样 怎么样 作为第一个站在这儿表演的朋友 挺忐忑的 听说那个朋友们也帮了不少忙 对 其实就是之前可能最大的愿望 是在这舞台上再证明自己一次 但是其实我发现 我过去这一年 然后之前跟我好的朋友 其实对我的态度就跟我没输过一样 大家还是愿意跟我一起讨论创作 我觉得特别荣幸 我已经获得了 对 我已经获得了可能是比投票可能更重要的东西 当然不是说你们投票不重要 那我看杰哥 杰哥没拍到 没有没有 我想第一个 第一个非常非常的难 对 大家都不知道那个 对吧 标准 万一后面还要更好笑的 再等他后面更好笑的 对 那一整段 你觉得哪段 你觉得真是挺好笑的 我觉得那个 把我那个剩下的卡里面的 鱼要全取出来 那个我觉得挺好笑的 你看 不一样吗 我觉得拐点那块特别特别好笑 环岛那个 拐点 你呢 我是蹭他老婆 跟狗一样 我也是觉得那种好笑 我也觉得突然变狗那块好笑 一看人鱼只有狗这样 发现人也这样 杰哥那个家庭地位能聊吗 家庭地位啊 那我一定是把所有的人 放在最上面 把他们都举着 所有人都平平 平稳地举着 平稳地举着 就像世界上的平衡的 那个天平一样 对 这边两个 这边两个 我确实是 结果那春晚那转晚 是吧 真的是 真的很幸福 很幸福 我觉得这段 还行 也获得了三个领校员的 拍灯 请House进入等候区 谢谢 太捏麻烦了 听House捏好几把 他那一组的风格 其实相对来说 都很特殊 他只能说 把自己的东西 打磨到他 在他那个状态下的最好 那样的话 他有可能 博吹一线升级了 大家看到那个 我们目前只公布 领校员的票数 你们各位投的票 我们要这一组 全部表演 完成之后 一起公布 保留一点点的悬念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 第二位 表演风格 一搏三车的朋友 杨磨 哈啰 这两年 许多行业 发生很大变化 我爸妈 开饭店的 去年也关门了 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 我太赚钱了 我爸 嘴里各种网络词汇 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 正常吃饭 他说 儿子 咱们开炫吧 我说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他说 你爹味真重 我说 你是我爹 他说 双Q 我说 爸比 别Q了 我是双胞胎世家 我爷爷 上了双胞胎 我爸 也上了双胞胎 我说 爸 你是怎么分清 我和我弟的呀 他说 我是你二叔 我说 那我爸在哪 他说 你爸在杨博出去玩了 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说 他得了重病 我说你减减肥呀 但是 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 我也有身材焦虑了 有一天 买了个鸡蛋灌饼 想想不能吃 给了路边一个乞丐 他说 不吃碳水 我说 但你是个乞丐呀 他说 对呀 胖了就不可怜了 我的风格叫one liner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 之前去大学演讲 下面坐着50个老师和1000个学生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 来 一句话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 哈哈哈哈 真会讲笑话 我们继续 我中学 英语成绩不好 60分的选择题 只能得18分 老师很生气 说 你信不信 我把答题卡扔地下 踩两脚 都比你分高 我很不服气 凭什么他的脚 比我的脚厉害 他说 因为我是扁平族 我高中早恋 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 有人抓 我掩护他逃跑了 只抓到了我一个 问我 另一个人呢 我说 没有啊 我自恋 你们很聪明 很聪明 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 你们觉得物聊 可以先投票 我想 认真说一件事情 我爸 上个月住院了 他抽了三十多年烟 我妈也劝了他三十多年 但他不听 所以怎么说呢 也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 我妈问他 烟有什么好的 我爸说 YYDS啊 我妈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 愿意 动手啊 我爸求饶 别打了 你是我的身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 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坐地铁 旁边大哥 一直刷那种 美女 穿短裙 跳擦边舞的视频 还外放 几分钟后 刷到了我的视频 两秒钟滑走了 我滑了回来 谢谢 我说 大哥别着急 他一会儿也跳 大哥看了五分钟 说 他怎么还没跳 我摘下口罩 因为我不会 然后转身跑下地铁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那一刻 我觉得我太厉害 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 你等下回见面了 天 这茫茫人海的 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 他对我说的话是 来 一句话逗笑我 加麻辣 谢谢 收尾太好了 谢谢杨光 投票倒计时 最后三秒钟 三二一 请锁票 我没看懂一个 为啥要坐一下中途 因为他要演地铁 是吗 是因为要演 其实是因为 还是累了 孙数大了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 我想讲 我爸住院那一段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是 气氛整下来相信的 所以我设计这个 希望大家能够更相信一下 因为 相信了是吧 谢谢 谢谢 你们好单纯 我是信了 杰哥也信了 我以为他要宣布 类似于退赛啊 或者什么 我宣布一个事情 真的想不开嘛 但是我是绝对不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杨波的这个段子 特别棒啊 谢谢杰哥 你最喜欢他哪个 我自恋 我自恋 我以为他会说 就是我是那种 打死也不会 把对方供出来的那种人 然后就特别仗义那种 结果他说他自恋 地龙也是的 地龙也是 对 而且杨波现在等于是 前后呼应越来越多了 那个笑话 其实前后呼应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那个段子 没有想到更好的底 然后就拿呼应去 着补一下 杨波 那后面再往后走 还有更充足的储备吗 我现在的感觉是 我到后面可能得 玩一点奇怪的东西 音乐多好笑 音乐万安的 唱一句吧 但是我不会弹吉他 就让王免给我伴奏一下吧 想期待你后面的表现 请杨波进入等待区 谢谢你们 共获得了四个 林校园的拍灯八票 杨波 杨波就是大家已经非常喜欢他的风格了 所以他跟大家开玩笑什么的 观众都很接 包括林校园也都很 就是很喜欢这种风格吧 这篇稿子明显不如杨波以前最好的一些 插着顿位吧 就不是他最好的状态 不应该这样 我现在开始创 我开始创作淘汰赶杨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 跟杨波风格就完全不一样 下面这个呢 是特别的愤怒 虽然说的不是你们 但你就感觉他在说你 掌声欢迎 秋瑞 我感觉你比赛之前就很焦虑 我什么时候都很焦虑 我就是那种负反馈的人 我觉得我的所有秩序力都来自于恐惧 我问主一个曼财 一个弯斓的 就剩下我跟House 我们俩争谁淘汰了 现在是 个人努力应该一百二了吧 是他太努力了 明明不用改了 他还在那改 我害怕淘汰 可是我还有本子没讲呢 就是你再留下去 秋瑞是这段时间开放卖 一直这么过来的 他是每一个表点符号的都会打磨到极致 秋瑞是首先一种很快的出梗 劲儿特别大 我甚至觉得他们四个当中会有意外 拿到这种名单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我最好的本队拿出来了 我已经没有保留了 别被淘汰了 加油吧 大家好 我是秋瑞 我感觉这几年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好是吧 都在研究什么消费降级 但我们这代人就没有什么精打细算的能力呀 是越想省钱花的越多呀 你们在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 里边东西是真便宜呀 但也真是用不着啊 我就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能挂起一个小孩的挂钩 一坐下屁股就凉得屁垫 还有自带跑步机的猫爬架 我们家甚至都没有猫啊 现在我家那条狗在玩猫爬架 等我冷静下来我就生气 我说我为啥要买这个挂小孩的挂钩啊 我总不能朋友来我家做客啊 我说呦 带孩子来的 来吧 挂墙上吧 都一看账单我更生气 就现在我多玩一会儿游戏手机都知道 给我做防尘迷系统了 怎么在我沉迷花钱的时候就不知道加一个呢 也不用做得特别复杂 只需要在我每次提交订单的时候 给我发几个验证问题就可以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玉泥啵啵冰吗 我以为我花钱已经够大手大脚的了 直到我看到我妹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双一万多的拖鞋 那个价格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 我说咋的呀 是穿上你这双鞋能增加移动速度吗 王者里一双真正能增加移动速度的鞋只卖五百三啊 那是一个杀人都合法的地儿 鞋都不敢卖这么贵啊 鞋没送两天两个人就分手了吗 现在还分期还那双鞋呢 我说你俩好啊 你俩这后会有期是分期的期啊 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花钱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拖鞋就是在拼兮兮买的 三块九还带防滑 就当它便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它的性价比了 你只会好奇 就这玩意到底能偷工解了到什么程度 三块九能不能给我寄过来一双左脚 但你转念一想是吧 一双拖鞋它能有多难穿啊 拼兮兮给了我答案 它做防滑的思路呢 就是给我鞋底打一堆的洞 起到一个吸盘的作用 我用力往下一踩呢 就把我脚也粘上了 特别的防滑 拖个鞋跟拔罐一样 那个卖家还说呢 有了这双拖鞋 你再也不用担心 在浴室滑倒了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防滑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浴室那个磁砖前面 我都能走上去了 但也不敢真往上爬 是吧 上面还挂着孩子呢 互联网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啊 我买了这双三块九的拖鞋呀 我就再也刷不到贵的东西了 全是一堆破烂 给我推那种六块九的泳裤 颜色都不让我选随机发 我有罪啊 我都二十七了 一想到自己有概率 穿上一条粉色的泳裤 还是羞愧得不想下水啊 六块九的泳裤 现在稍短步都七块九了 稍短步才多大一块料啊 我都想问那个卖家 我说你这个泳裤 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呀 卖家说咱都是正常尺寸 能暴露啥呀 我说暴露了我的贫穷 我先点外卖 吃个烤冷面 七块钱他都提示我 可以用某倍贷款支付了 我不知道这帮设法是怎么想的 认真我这啥就玩屎推呀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疯狂地给我推直发广告 我现在才全职干脱口秀一年 已经开始给我推离婚律师了 我感觉我这后半辈子 被这个算法推荐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以后人生肯定是会有场大截 家破人亡 只能靠贷款点烤冷面为生 外卖手给我送饭这块拿不着 脱鞋还沾地板上呢 我悲剧的人生已经确定了 但也没事 咱泳裤颜色是随机的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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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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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邱瑞 喜欢邱瑞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掌声再次送给邱瑞 眼泪给我笑出来 哇塞 邱瑞这这段声音太逗了 好吼啊 回头能不能把那个脱鞋的便捷推一下 我觉得我太好奇了 而且当时那个什么脱鞋漏一栋给搅拔罐 我太炸了 太好笑 我发现邱瑞的段子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对 那个之前45度那个就很有画面感 然后这个踩到这个吸盘太搞笑了 但是那个拖鞋我在那个洗澡那个浴室里真穿过 很疼 吸得很疼 所以 没有更名 我感觉嚼劲板开始疼了你知道吗 你会看直播买这些大七八糟的东西吗 我看 但我不买 我经常看那就是那种爸爸衫 一弹一弹的 爸爸衫 爸爸穿的Polo衫 很弹 因为那个都是剧台 但是所有的模特都是有点中年发福的父亲 在这儿表 不是 那个东西能装好几个父亲 有意思了 杰哥呢 杰哥买过什么来劲的吗 直播 我好像真的没有买过东西 我怕点进去 就是说 张杰你进来逛了 就很奇怪 你不会改个用户名吗 你是怎么写的 我是张杰 我唱过逆战 我不知道吗 因为我只有那个号 你就不能用谢谢娜的号吗 不是 上次我刷那个某音嘛 然后我就刷刷刷 然后我在做造型的时候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点进去了 然后里面就说 欢迎这个叫杰森张杰的 不关心怎么谁在叫我 但是我虽然没有买过 但是邱瑞我很喜欢 完全能共鸣他那些画面 杰总 你逛那些买过什么 我不 没有生发的什么那些东西 倒是经常给我推 但我从来没买过 哎 邱瑞 你每回写段子 你自个儿会骂自个儿吗 就是你会自个儿想 觉得这个太逗了吗 因为你每回写的极其恶毒 我会 我会真的骂我那个麦江 我就是现实中不敢骂 然后我就偷偷写下来骂了 我千万别招邱瑞 我他 往死里死里怼你 我 好的那我们 恭喜邱瑞获得四个拍灯八票 进入等待区 真好 帮我写个带梗的淘汰感言 快点 快点 拖火球说了溜就算了 你怎么把个球也这么溜啊 因为我只喝六克原生高蛋白的牛奶 能不溜吗 哎 就不就是啊 六克高蛋白 经典超绿 低脂高钙 经典超绿 六克高蛋白 经典超绿 低脂高钙 经典超绿 超好超好 超好喝 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 有一位朋友的身材 其实是可以买个爸的身材 去年呢 作为新人 一对漫才组合 直接就闯入了决赛 今年在线下举办的 动物凶猛专场巡演 也大受欢迎 掌声有请 肉食动物 剩下三个他们自己去排吧 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拿到跳段的机会吗 其实我不太想拿跳段 我也不太想拿跳段 不我们先别说这个大话 这万一被淘汰了 哇塞 刚刚 读稿会反馈怎么样 还行 有些梗可能 在舞台上呈现可能 对对 因为我们一直演在线下嘛 然后可能要针对这个 然后去调整一下段落 因为我们改的东西比较多 准备今天晚上一会儿再去排个几遍 然后明天再去排几遍 去熟练一下内容 你这个 你这个 我求求 我求求你 吹死你 不要给我搞什么综艺效果 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跳段吗 正常演嘛 我觉得也没必要非去争跳级名字 是的 力争晋级 你这样还能再多演一演 大家还能多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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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就好了 真的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花花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漫才了 是的 豪豪 知道人生四大喜事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九汉冯甘露 他乡欲固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想想真的很开心 金榜提名时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两件事啊 这是两件事好吗 他乡欲固之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这就是出差遇到老同学了吧 我觉得这里面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洞房花竹叶 要结婚了 是的 是的 那你还是单身吧 对对对 单身松尸啊 单身狗就单身狗 没必要前面再给我加一个品种好吧 而且我发现了 我好像就追不到女孩 是因为跑得慢吧 我说的是追求的追啊 追求啊 去吧 单身狗 我说的是跟女生约会 而且我觉得啊 如果要是想跟女生约会的话 应该就应该带她去那种 可以让她心跳的地方 焚尘 那个太恐怖了好吧 游乐场就可以了 想带女生去游乐场 是的 简单呀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 没关系 那你久等了久等了 等到找蜘蛛网了是吗 真的等得太久了呀 我们今天就去这个游乐场玩吧 这家吗 对对对 我们家开的呀 没必要搞一个富二代人设好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就好了 好吧 这样我们先去玩那个旋转木马好吧 好呀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这是姚姚车吧 妈妈的妈妈叫王玉兰 王玉兰是谁啊 我外婆呀 姚姚车怎么知道你外婆的名字 我们家开的呀 真是你们家开的呀 这样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正常点的旋转木马好吧 好呀 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呀 是啊我也是的呢 啊丁哎 粮食墨好了 有人拿旋转木马拉墨的吗 你老哥真是个商业鬼才啊 劳动娱乐两路嘛 哎 你看啊 今天天气这么热 是啊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 老板一个冰激凌 哦 就买一个呀 你也想吃吗 当然呀 学个独角兽就给你吃呀 独角兽怎么学呀 啪 哦 垮 Slim 挠了呀 哎 我觉得 如果想增进两个人的感情的话 应该啊 去玩点刺激的 比如 比如过山车 你看过山车 搞搞搞搞搞 搞搞搞搞 搞搞搞搞 paints 害怕az internal bah 人家过山车玩的就是刺激 你看 搞搞搞搞 搞搞搞搞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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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这也太刺激了呀 人家过程车有轨道 按轨道跑就没事 你看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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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这也太复杂了吧 我外婆的名字 王玉兰 草书呀 女外婆也太自恋了吧 这样 我们能不能玩一个正常点的过程车 好不好 高高高高高高高 第一次昨晚有点紧张呢 你会不会有紧张 но要紧张你跟我说好不好 snow 我说了就不紧张 我说这么多你会不会笑我发 回来呀 高高高高高高高 国山车还在分这儿的吗 不好意思出轨了 这种过山车没有情侣会想坐吧 我们不是刚坐完 我觉得如果过山车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去玩鬼屋 这也太恐怖了吧 枝刚 不行不行 枝刚 没必要那么害怕 有我在呢 好吧 枝刚 没事 有我在 我们好像忘买门票了 说的不是这种害怕 是鬼屋里有的 枝刚 没事 有我在 独角兽 这个冰激凌还在吗 独角兽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个时候 给我出个鬼 好吧 枝刚 哪个出轨啊 哪个出轨啊 哪个出轨你告诉我 不是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那我们去玩点浪漫的吧 那我们去玩点浪漫的吧 比如 比如摩天轮 好高 好害怕 没关系 有我呢 过去 更害怕了 别跳了 别跳了 你如果害怕的话 我们两个聊聊天 聊聊天就不害怕了 好吧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的爱好 自由落体 别跳了 就那么想跳吗 不想跟我聊天的话 我们就看看烟花大会 好吗 你看 灰姑娘 灰姑娘 灰姑公主 灰姑公主 这个最大的 我的外婆 王玉兰 你怎么办呀 哈哈哈哈 这是怎么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够了呀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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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请坐票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咱们四个全日给王与 王与兰 王与兰拍的灯对不对 哈哈哈哈 拍到我外婆身上 都是王与兰在那儿拍了 哇 王与兰太酷了啊 我外婆的名字 王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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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兰 兰 王与兰 谢谢我外婆 你不会用的真的是你外婆的名字吧 其实是我奶奶的名字 你看看 对 对 突然感人了是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哈 因为好写 对 好写 而且她们两个感觉特别有CP感 是这种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感觉 哈哈哈哈 你很精确的总结出了这一种表演风格 而且我觉得她演的那个女生是个搞笑女吧 她所有的气氛都给捏灭了 是的 得是 确实是 没头脑和不高兴 其实是挺好的 对满财的一个中间 对 基本就是这样 二位还办这个儿童端场 是不是 对 然后就是12岁 12岁以上都可以来 因为之前线下规定是16岁以上 杰哥的小朋友看过 看他们吗 没有他们没有 还比较小 他们确实是深受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喜欢 很多小朋友喜欢 对对对 肯定 因为他们好多灰姑娘啊 白雪公主什么那些童话故事有意思 那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 第一组所有的朋友表演结束 那肉食动物呢也是获得了四个拍灯八票 然后我们有请前面的三位演员 回到天花板 小心啊 我们除了第四名都不要掉下去了 好吧 行我们先预测一下吧 超越预测一下吧 谁就不预测淘汰吧 预测谁能直通吧 我 我觉得邱瑞吧 你觉得邱瑞 嗯 嗯 那大把试也是邱瑞 我一定要说一个不一样的 好 请讲 邱瑞 杰哥觉得谁能直通 我觉得 杨波旁边的邱瑞 我们来听一下观战间的朋友们 看看他们的小琴都咋样了 刚才划过谁的名字 一个人没有 也划过了一个杨波 快看杨波 快看杨波 杨波你怎么没有 你怎么没有朋友啊 你喜军赢了有什么用啊 你没有朋友 One Liner One Liner 这个叫One Liner 看看杨波这真的是空无一人吗 他们看不惯别的风格 他叫One Loner One Liner One Liner 好的 我们这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不公布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的票数 是多少 183 183票 183票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 成功直通晋级的朋友 是谁 好 哇 真的难说 House表演挺好 他的状态也明显比去年好很多 杨波就是大家已经非常喜欢他的风格了 所以他跟大家开玩笑什么的 观众都很接 邱瑞已经把观众完全鼓过了 他的东西足够好 足够优秀 我觉得肉食动物就是拿捏舞台 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 好 厉害的球 厉害的球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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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场肯定我正常发生了 我把我线下准备的状态复刻出来了 甚至比开放盘要好一些 邱瑞的现象很好 线上的是特别好 这个是很少见的 但邱瑞好像就被杰某人生一样 恭喜恭喜 他谁走了呀 这一组都很像 不是杨波就是耗子 好 剩下的四位朋友 我们接下来马上揭晓 这四位呢 二三名进入下一赛段 第四名将直接离开我们的舞台 第四名将直接离开我们的舞台 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得票情况 浩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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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我折磨人 你看你票还挺高的 浩瑟走了 我们恭喜肉食动物158票 杨波166票前往晋级区 不行 我觉得还行 你过了 你过了 然后我回想 今天发挥还凑合吧 但是也不太好 就是这一次不太满意 杨波这一次的演出 和他之前《线火》上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就是他前半部分 就是正常他演出的那个状态 后半部分 他就是在想做一些新的创意的时候 也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当然是挺对杨波那把汗的 我个人还挺满意的 晋级就是是有点险 但是化险为宜吧 我觉得肉食动物今天没有发挥出它们最好的水平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它们更好的一些作品 《重回天花板》是指日可待 其实就是千万不要为我遗憾 你再让我选100次我也会选这个组 因为只有选它们才能把我更好的状态逼出来 其实我去年失利以后 可能丧失了很多信心 然后创作上有一些落下来了 我现在明白 如果你想留在这个舞台 给大家带来的笑声 你必须得就是战战兢兢 把每一个机会当成最后一次机会 加油 因为一把刀的刀锋很不容易越过 所以智者说得道之路是困难的 但我很荣幸能在我求道的过程中交到这么多朋友 然后谢谢大家 我们后会有期 谢谢HERS 明年再见 好我们后会有期 再见 哎呀 这个也挺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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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事其实很可惜 我感觉它今年就是被点燃了 我就感觉淘汰其实只是为了下一次 在这个台上更好地相见吧 这个舞台永远是属于喜欢它的人 他淘汰不了我们 我觉得你怎么定义这个赢 就是你能够真的虚心向别人请教 然后你不以自己得到了多少 作为衡量结果的尺度 你即使比赛输了 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输 其实脱口秀跟创作自始至终 可能都是一个人的 但是这个路上有一些朋友吧 愿意跟你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狗就变得 这个也有点点 比如狗的钟头 就觉得你经历的那些痛苦啊那种 你觉得无法逾越的那些坎儿 那种被审视的那种压力 就会都减少很多 我感谢的人 演艺演乐他们从头到尾都非常支持我 甚至带着我一起去参加那个话剧 我们一起去创作 《通报男》 《乌兰》 《广志》 《成鹿》 《庞博》 《杨丽》 他们都是百忙之中 这段时间他们非常忙 然后也会抽空问我一下稿子怎么样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爱你 就是有很多人爱你 就是有很多人爱你 有点激动 好的 我们第一组表演就全部结束了 大家也看得出来 第一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 浩斯呢遗憾 也不遗憾 后面的比赛只会更加的残酷 接下来要上场的 也是第二组的第一位演员 是跨界来说脱口秀的 一位00后的UP主 掌声有请 拉虎 拉虎 我真的酸Q家人们 我真的会信 没有想到他在现场那么的讨喜 这些梗只有他说才特别合理 有请那头第一名的何广志做选择 然后 我搁这儿跑去 回去拍视频了 这个队组已经很有压力了 然后再加上广志又是那头出来的第一名 我个人观点 毕竟拉虎桑是一个UP主 我觉得我目前没办法预估拉虎桑的发挥是什么样的 我看了第一集播出 也看了很多网友对我的评价 因为我上一轮其实运气成分很大 然后第二轮对手太强大 付姐姐的稿子 她写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挺有意思 杨丽姐姐也是一如既往的高水准了 昨天有二十三十个人 我只拿了七票 就是见识到了他们的厉害 同时觉得自己有点不厉害 我现在我想去海边走 这里离海近 你要是不伤心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我百分百的能力了 然后我其实很佩服这些脱口就演 写稿子真的很难 海星啊 这是不是代表我还行呢 好烂的 海星代表我还行 在乎这个干嘛呢 竞选利息也就好了 我就准备比赛了 不玩了 大家好 我叫拉宏 然后是一个跨界博主 就什么人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 我上一场已经把我的五分钟说完了 现在已经是我第六分钟了 就我花了很多心思去写稿子 写完了还给周围的人看了一下 他们看完之后都沉默了 然后他说你要不搞个音乐脱口秀吧 省点才艺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我当时觉得他们真的很看不起人 但是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今天我要小小的搞一下音乐脱口秀 对 但是我唱的不是很好 然后歌也没什么梗 吉他可能还会弹错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那看什么呢 进入状态 那个男生偷偷看我好几次 他似乎有些话想告诉我 看他紧张的样子 脸红的表情 他是不是想加我的微信 站在他身旁 让我心慌 帅气的脸庞 让我紧张 他的手轻轻拍我肩膀 他说姑娘 你让让我马上要下车啦 原来不是爱情啊 只是自己爱幻想 大哥真的对不起 不是故意彩色你 看了太多电视剧 他喜欢可CP 我不去当电剧 真的很可惜 好的 音乐脱口秀 音乐部分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来说脱口秀 就为了让你们不要有期待 我后面真的不唱了 我把吉他背在后面 你们都看不见 好 我开始讲脱口秀了 从歌里你们应该可以听出 我是一个母胎单身 我的感情生活 没有什么感情 所以为了拓款我的social圈子 我还去参加了一个综艺 叫男生女生向前冲 当时跟几个男生搭档一起闯 然后有一关我不小心摔倒了 差点落水 这时候有个男生 马上抓住我的手 足足抓了20秒 那一刻我耳根就突然想起 是心动啊 糟糕眼神躲不掉 就这一句音乐脱口秀嘛 唱一下 对不对 然后但是到了后面的关卡 比较简单 他就没有摸过我的手了 我就想着他什么时候 能再牵我一次 然后上天就好像听到了我的呼唤 我又摔倒了 然后他果然又来牵我的手 但是这次他没牵住 就我掉下去了 落水的那瞬间 耳边的BGM都变了 可惜故事 你懂我 陪我到最后 就有一点恋爱呢 然后前段时间 我上过一次热搜 也是因为谈恋爱的事 就是山城小丽巡 向我表白了 哦 一个网红理发师 但其实这是一个整骨视频嘛 我是想整骨一下我的父母 当时没有想到被冲上热搜了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已经这么红了吗 然后第二个反应是 内鱼已经这么 积不择食了吗 什么样的人都让上热搜啊 然后当时在这小丽巡 向我表白的时候 周围有很多人在看 我第一次体验到公共场合秀 恩爱是什么感觉 不是什么好感觉 就非常尴尬 我觉得我不太适应这种亲密关系 然后我朋友对我这种恋爱观也感到很诧异 他说你必须要赶紧谈个恋爱 再不谈孤独中老不成问题 我就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 我还有一首歌 没想到吧 这个就叫《惊喜》 我要谈恋爱 我要谈恋爱 我要找个男朋友 周围朋友都在给我拼命出主意 还有人劝我去忘怜 让我下载一个APP 他说里面的帅哥 多到数不清 你就想象自己在大海里捞鱼 我加了一个男生 想要找点共同话题 但他一开口就给我装气泡音 宝贝在吗我想 你是我心中的唯一 啊 我们才刚认识 不到一个小时啊 写个文 我没男朋友 他们叫我单身狗 谢谢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狗好像活不到我这个年纪 不要瞎担心 反正命已经注定 我不想啦 我不管啦 有没有对象都看命 我想开啦 我不翻啦 反正我自己也会气泡音 宝贝 好 谢谢 对 我知道 谢谢男后 投票通道还有三秒钟关闭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这个音乐脱口秀来点评一下吧 音乐脱口秀 什么 我刚才看的是什么 看完他的音乐脱口秀 我知道王免齐确实精彩 对对对对 他就是第一段唱歌的时候 那开始鲤鱼打滚那个 开始弹琴的时候 那我就拍了 很有观众员 很有观众员 真的好久没有在 透口秀大会的舞台上 看过这么荒谬的表演 谢谢 谢谢 大家都这么说 音乐归音乐 透口秀归透口秀 哪都不爱着哪 其实我很紧张 因为我吉他弹的也不是那么好 我怕我 不是说不那么好 是不好 我弹的吉他不好 人家景象是肉眼可见的 真的 就是好奇 就是他几次把你的所有的期待 都给踩碎 但你总觉得 后面 这孩子后面肯定有点伤 没想到 结果什么都没有 最后就 宝贝 你先来 你牵手吧 就给 必行 大红还获得了两个 领下人的配套 谢谢 谢谢 谢谢大红进入等待区 好 我这场比赛的表现有一些紧张 我声音有点抖 用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 去写这篇稿子 我觉得只要我尽全力写就好了 我自己已经满意了 好 我们接下来这一位 去年呢 差点一鸣惊人 今年呢 确实一鸣惊人了 淘汰了去年的对手 是兔维赛第一个登上天花板的演员 掌声欢迎 布京云 大家好我是布京云 下去了一个萌妹子 上来一个老嫂子 看到拉红这么可爱 让我不由的想起了我的老公 我当初也是看上她的可爱单纯 那我哪能想到 有的人 能单纯一辈子 我们两个在一起十三年了 我俩是校园恋爱 十几年前谈恋爱的时候 电话费特别贵 但热恋中的情侣 永远都有说不完的废话 我老公也想跟我腻歪 但又不舍得花钱 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给我买了个对讲机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那些个摄友们 谈个恋爱都好羞涩呀 躲在被窝里跟对象通话 我就没有 我谈恋爱见到 光明正大 我拿个对讲机 站在我们宿舍的窗户跟前 一到晚上 她就开始向我发送爱的电波 动摇动摇 呼叫动摇 想我了吗 收到回复 Over 我在这边 真恶心啊 也想你 Over 有一天晚上 约我出去散步 我走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小树林旁边 靠树在那等她 等着等着 突然 我的包里传来一个特别大的声音 嘶嘶嘶嘶出来吧 出来吧啊 我看见你了 结果我还没有反应上来呢 那个小树林里啊 陆陆续续出去了四五队 我感觉别人在外面 她是情侣漫步 我俩在学校 那就是保安巡逻 陪她巡逻完 她还要把我送回宿舍楼下 每一次 都特别有耐心的把那个对讲机 帮我调调半天 因为那个东西啊 你要是不调精准 她就串台了 两个人的爱情 不知不觉就有其他人加入 有一次她用对讲机发出信号 让我十分钟后去操场碰面 我到了 保安们也到了 人群中一阵骚动 其中一位大哥拿着对讲机后 谁啊 啊 谁刚才通知大家来操场集合的 那一刻我顿悟了 原来爱情真的会呼叫转移 我俩恋爱十周年那一天 我老公下班回来 送我这么大个盒子 我当时好感动呀 我说 终于熬到她开窍了 结果我把礼物打开 我当场疯了 我问一下你们 有没有见过一种东西 叫水溶性毛笔字铁 我说这什么 我老公在旁边一脸欢喜 哎 媳妇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可神奇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 然后她抠出毛笔 沾了一点水 特别羞涩的 在那个布上 给我写了一个爱字 然后过了三秒 对 哎 消失了 我当时都气懵了 她还在旁边 哎 媳妇快看 哎 没了 我说对 我的也没了 我前两天回了趟家 把毛笔字铁这段 讲给我妈听 我妈很生气说 哎 妈问你 你为啥不把脱口秀 跟咱陕西的琴枪器 结合起来 我说妈 脱口秀拿琴枪奖 这不行吧 我妈说咋不行 你那节目上弹吉他的 打快板的 咋不能唱琴枪戏 我说也是啊 我说那我也不会啊 我妈笑咪咪的站起来 那你问对人了 妈给你教 你记住这三点 第一 你情绪激动的时候 不能光靠声音的大小来表现 你得加上手势 你要这么抖呀 第二 在台字上啊 你得学会走位 小碎步向后退 就丰富多了 对不对 第三点最关键了 咱琴枪演员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是吗 你把头发甩起来了没有 我说妈 我妈 我就怕这样演有点尬 我妈说怕尬 玩什么脱口秀 一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 听妈的 就用琴枪 所以朋友们 如果要是按照我妈的那套表演方法 刚才我老公送我毛笔字帖那一段 我就得这么演 我呀呀呀呀就行 哦 你这松滴四身摸呀 你的爱 它纱角消失 你去撩我 z over over 好谢谢大家 谢谢 不惊人 三 二 一 请锁票 布京云今天演这段 实验性比较强一些 就是 我们看着他 琢磨这事怎么办呀 琴枪脱口秀 可以 我觉得琴枪这个是创新嘛 谢谢达老师 就是那个先锋人物 还是要支持一下 厉害 因为其实今年 大家那个后台脱口秀演员 对布京云都是非常期待的 对 上回那炸场炸的 哇 好厉害 但你这段 你自己感觉呢 刚刚这个 我感觉还挺好的 但是现场效果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 布京云的表演 我要先 第一次看啊 我就是要先进去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风格 建立一个认识还是的 对 琴枪 那肯定的 超越是琴枪达人 有吗 你看他学这个 这个还挺好玩的 那个甩头那个 其实布京云这段 是在好多地方 我是看过你演过的现象 今天确实不知道怎么就是差一点 现场效果感觉是没起来 对 但是我感觉我就是表演的还 对 你演的是没毛病的 尤其那个串台保安那块 那个人逗的 对 对 谢谢布京云 恭喜布京云 获得一个拍灯 进入等待区 好 谢谢你们 就是我妈 久我唱琴枪那段 那段其实我去年就想讲 我今年就去第二段了 我就讲一下我自己想讲那段 好 下一位演员 不多介绍 掌声有请 杨宾 大家好我是杨烈 这是我第四年参加脱口秀大会了 还是单身 不知道咋搞的 你知道 而且每次有人听到我是单身以后 就会有一些姐妹说 说 哎 你也单身 我也是 看来啊 咱们搞笑女 就是注定没有爱情 醒醒吧 姐妹啊 说句不好听的 咱们没有爱情 不是因为咱们搞笑啊 不要在生活中自称搞笑女 因为据我的观察 凡是自称搞笑女的人 可能不光没有爱情 甚至都不太搞笑 你知道因为真正搞笑的人 没有人自称搞笑女 我们都是先自称美女 然后旁边有人说 她有点搞笑 怎么听进去了 搞笑女确实谈恋有点难 因为你知道我们就常常这种就习惯了 当我们见到一个男的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用我优美的姿态吸引她 而是用我滑稽的行为 逗笑她 有一次我不知道咋的 我就跟一个男生说 我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给自己改个名字 就叫美若天仙 她也没笑 我说你不觉得很巧妙吗 你想这样就没有人有办法骂我了 她骂我的时候 都会像在夸我一样 说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她听完说 可是我有办法骂你 我可以说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也不照着镜子 我说还是你搞笑 搞笑难注定 拥有爱情啊 加油吧 何广之 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但我身边的人都一直在谈恋爱 我发现很多女生谈恋爱啊 她现在追求的已经不是幸福了 而是一种刺激 你就感觉她们的原生家庭 应该是有一些创伤 就是她爸从小应该就没有打过她 所以她谈恋 唯一的目的就是吃苦 所以她在人群中选男朋友 就跟我奶奶在锅里选排骨一样 说给我来那个最烂的 最烂的 就是她了 我就是要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再经过一系列的争吵 猜忌劈腿 复合 冷暴力以后 我每天再也不用加班了 我要在闺蜜的怀里哭到天亮 可是姐妹们 你们谈恋爱是谈爽了 你们考虑过闺蜜的感受吗 你知道我这两年 一场恋爱也没谈上 那个苦是一点也没少吃啊 就是一宿一宿给我熬的 我有的时候都忍不住怀疑 我闺蜜她根本没有男朋友 她就是在我面前演戏 唯一的目的就是熬死我 关键是 你真的摸不透一个恋爱中的女的 是咋想的 就是她前一秒还在跟你说 她太过分了 杨丽我再也不理她了 我刚起了一个大发 我说早就跟你说 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她说我们和好了 我说除了你男朋友以外 真的想不通 我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就问她 我说她这么折磨你 你为啥还要跟她在一起啊 她说杨丽 这就是你不懂男人了 我说也是很久没有人这么说过了 你们有看过自己男朋友的手机吗 有 好 没有男朋友 我看过 你看看 来抓我呀 抓我呀 那我不是真的想看她的内容 我是享受那个沟通和辩论的过程 你知道吧 我一般都是先说 来你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 然后她就特别激动说 我最烦别人看我手机 我说 那我最烦别人烦我看你手机 她说 你要非要看我手机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说 你要是说我不相信你 就是不相信我相信你 他倒吸了一口气 她说 那这样 你要是非要看我手机 那我也看你手机 我说 那我不看了 就没有手机一样 你知道吧 那这样 咱以后就说好了 从今以后 我也不看你手机 你也别看我手机 咱俩对待恋爱的态度 就是各玩各的手机 我现在不用看别人手机了 因为我养猫了 但我特别受不了那种 把猫当儿女养的人 我觉得现在人好奇怪 非要和父母当朋友 然后再去当猫狗的父母 就是你经过猫同意了吗 而且猫多高冷 我常看那种短视频 那个女的特别兴奋 说妈妈回来了 来来妈妈抱抱 然后那个猫就这样看着她 好像在说 你是谁 跟谁没大没小呢 叫爹 我养了一只小母猫 叫嘟嘟 我特别爱它 我在疫情期间幸亏有它 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人 都是它陪着我 然后我们两个 每天在沙发上看电影 我真的觉得挺好 结果没想到 一个多月以后 她突然就开始 整夜地乱叫 你知道本来就出不去 现在就更烦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想让一个女性闭嘴 这样我很欣赏 那种直接地表达 我也觉得我们女性 想要什么 应该勇敢地说出来 但是 能不能真的不要再喊了 你喊有什么用啊 你以为就你这样吗 你以为就你这样吗 现在家伙是杨 谢谢杨毅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是想最后拍的 那最后这个包袱 确实是有点 超越 超越的这个表现 应该就是很多女孩子 隔着屏幕 看杨毅的那个反应 就是很过瘾 就这个话 你让我说 我不敢 有人帮我说 你说我支持 我支持 我觉得挺好的 它里面 就是游戏时候很狠吧 然后又很小 很劲儿 像你跟娜姐 俩人都算老夫老妻了 还会看手机这事 还会有 不会 不会有任何问题啊 我都会 就是有时候会给她看 你看这儿有个什么 别人怎么样 还真是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另一部呢 哪有什么另一部 没有 没有另一部 怪不得你不幸福 我都是把手机调成自拍 给我老婆看 你看这人多美 谢谢 所以幸福 超越跟杨毅 之前还拍过戏 对 还有杨梦恩 我们仨 对 他们演那个天王 就是神仙 什么 是这样 杨梦恩演天王 她和超越是闺蜜 对对对 我们扯头花那种 经常打架 对 她俩就在地上打滚 杨梦恩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结婚以后 跟杨超越演闺蜜 扯头花 但是很好玩 很好玩 好 那我们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也谢谢杨毅获得了三个拍灯 请坐 我自己是挺舒服的 内容我自己也比较舒适 节奏我自己也比较舒适 就舒服地演下来 接下来 这一组要上场的朋友呢 是我们那头的第三名 本次脱口秀大会 也被很多演员看好 也一直在忙活自己的线下巡演 掌声欢迎 童莫南 童莫南 莫南那个女 我觉得莫南这一季比赛表现很长眼 然后广志又是那头出来的第一名 这组已经很有压力了 我觉得这组就是看 广志跟童莫南这个对决 就广志跟莫南比较有机会 来争夺这个跳段的名额 最近状态还是挺好的 最近这三四个月 我就怕是有些跑步的习惯 原来是根本不跑步 原来特别地枯燥 但是现在我觉得 原来跑步当中它会激发你一些你的想法 欢迎童莫南 这一次的稿子在我心目中 至少是不比童莫南的稿子要差 我如果有童老师的那一套段子 我开完卖我都不会去的 就是玩 我觉得童莫南实在是太强了 但是它可以激发我的一些创作能力 大家好我是广志 我现在的节奏就是下午4点去开完卖讲一场 晚上7点半还会再去一次 大家好我是广志 其实这样是很累的 但没有办法就是你只有极限创作 才能赶上童老师的稿子 广志我觉得它能够把这种很小的事情 层层地去推进 我觉得这是它特别厉害的地方 你觉得他们这一组谁会跳段 童莫南 因为他值得 对他是最优秀的 第二组能跳的是童莫南 童莫南跳段的概率更大 我觉得广志如果能接住莫南 他就能跳段 广志坚定不移地相信广志 能跳段的一定是广志 大家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老无所依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球行业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蛋总一起喝酒 蛋总会永远问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朋友们 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说你了解我们公司的夜生活和久文化 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到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 它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摔老的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波人比那边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是不可能平衡的 不能说我这边还自力更生了 他们这边已经瘫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团养老 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瘫 你就都瘫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瘫这个护工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 都手拉着手 三二一一一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两个人摊了 两个人没摊 那没摊哪是怎么着每天 做饭啊 躺那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仨 我这白天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的先给平上了 你这不敢想 181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是徐慧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童大爷又在那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着个小牛排 蛋总瘫在那儿 几分了 几分了 这么说 我也想过就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就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够给我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是一种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那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到你爸发来的微信 聚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儿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应该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早成亲人了 你也叫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孟楠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you are done 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宝贝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阵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就是90后 200后说你们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深得我心 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的对呀 就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是你思路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你不敢生 孩子养你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道理 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轰着手就来啊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叼在嘴里 嗯嗯嗯嗯嗯 没有一声啼哭 啪哩口吐地上指着我鼻梁 省着点花啊 不过幻想终归是幻想啊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我是童木兰 你自己养老吗 可以啊 大概率要直通了 直通了 谢谢莫南 感谢感谢 三二一 请锁票 怎么操心起养老的问题了 我挺关心的 因为我老觉得 你像你婚姻也不太顺遂 事也没有保障 你肯定下一个想的就是养老的问题 杰哥这有孩子的听他这个 什么感觉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 如果说的好像很幸福 那自己不太好 你别怕刺激我们 你说 就是我觉得孩子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到那个时间点了 刚好我就觉得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他们比如说两三岁的时候 你只有这个两三岁的时间 那过了就没有了 五岁六岁他就长大了 他没有小时候那个状态了 你就一辈子不可能跟他有这样状态的一个交流 所以说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他的身上 你离你家宠到什么程度 就是怎么宠 但是我不会乱宠嘛 乱宠肯定不行嘛 乱宠都是女孩 也应该宠一下 超越 要是让你选呢 养个孩子养老还是抱团养老 我觉得生孩子这个很遥远的事 我觉得暂时这个抱团养老蛮好的 我就觉得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交一个比自己平均年龄再低一点的 就是可以形成一个循环 就是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 那你们一块养老子这事真的这么想过 跟李淡一块 对我想过我仔细想过 李淡是一生贪这样看不出来是 到底是有没有病啊到底是 想过我确实想过 广志至圣他们确实比我们还小个六七岁什么的 还感觉能靠上 就别想养孩子 养李淡这事这够你多么的 对 我们今年那个效果文化的训练营又要开始了啊 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早点报名 好了 今年招一点 零零后身体好的新鲜的血液 听着你们公司这么恐怖的吗 来来来来来讲脱口秀 大家一起上脱口秀 我觉得跟同胞男一起养老挺好的 但是呢你也不用给我准备什么牛排 你就给我整点经典 鑽山有机奶就可以了 我们每百毫升含4.0克原生乳蛋排 用心打造中国好牛奶 你也是我心中的中国好老头 OK 那我们谢谢莫男 莫男得到了四个领香园的拍灯 请进入等候区 莫男真的厉害 厉害 好 本组最后一位 那头第一名 掌声有请何光致 好 本组最后一位 好 这节目好的 有点香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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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何光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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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 我们最近在比赛嘛 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因为你们也知道 就是去年一年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时尚这一块 平凡的参加时尚活动 到处模仿周杰伦 靠着杰伦都快要挤进娱乐圈了 现在全网最害怕杰伦他房的人就是我 真的 前段时间好多人 催杰伦的专辑都催到我这来了 爱得我 让我抓紧写歌吧 我也没想到 讲了这么多头 我就攒了一批歌迷 所以说当新专辑出来的时候 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就是我啥也没有干 但却有了最伟大的作品 去年我甚至还走了红毯 我当时接到邀请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红毯真好 后来听说还邀请了智盛 这红毯真好 这红毯上面再有个门槛就更好了 那不把我俩都卡出去了吧 然后我跟智盛在那个活动里面一块出现 观众看到我们之后都大喊 陆寒 周杰伦 然后所有的摄像大哥就把镜头转向了我们 看见我们两个祸 一脸疑惑 我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眼睛有问题呀 我当时就感觉我俩不是什么喜剧门神 我俩就是诈骗兄弟 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俩在时尚活动里面 其实可显眼了 当然不是说我们打扮的时尚 是我们太土了 就是你在普通人堆里面是不显眼的 但是在那些明星里面 你的普通就会特别的耀眼 就感觉我们的土轻轻的一挥洒 就掩埋了所有人的时尚 我虽然长得像杰伦 但是我唱歌剧难听呢 我唱歌有多难听 就如果我在节目里面唱杰伦的歌的话 甚至都不侵犯人家的版权 但我周围的朋友都说我 他说 哎广志如果你唱歌好听就好了 白瞎这张脸了 我觉得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就如果我既长得像 又唱歌好听的话 那不就是真的杰伦了吗 你天天在我身边 我也没要求你长得像坤林呀 我其实是那个侧脸 侧脸更像杰伦嘛 对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 因为我发现我在公司 每次用侧脸 跟我的同事对话的时候 我的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他们说那种感受你不懂 你真的很难拒绝 你少年时代的偶像 翘着二郎腿对你说 中午我不想吃黄焖鸡 我想吃肉夹馍 自从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我就特别想 让杰伦替我跟我的老板 聊一聊掌工资的事 我现在进我们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都是侧着进 然后进去之后 看见董事长在埋头签字 这个时候我就会靠近他 哎呦 不错哦 在办公室苏翰丽 访前朝的飘逸呢 这时候董事长就会抬头看我 广志你是不是又觉得自己像杰伦了呀 那你看看你像不像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杆上多嘴 其实去年除了时尚活动呢 我还多了很多酒局 但我又不会跟人社交 很难受呢 就碰到那种自来手的 就是哎 广志 我老婆特别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总不能说 我也特别喜欢你老婆 不光是陌生人 就是我的好朋友 有时候他们一聊 聊一些篮球的话题的时候 我也完全融入不进去 因为我平时不看篮球 经常就是上一秒还聊得好好的 就突然来一句 塔图姆第四节又掉链子了 我完全听不懂 我心想 那要不给他捡起来呀 那种氛围我也融入不了 你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我心想是这么快吗 当时我又明白 为什么桃园三结役的时候 刘冠章关系那么好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刘备 在那个大街上喊了一句 你们也是勇士的球迷吗 关羽说吴三年有余 张飞在旁边 俺也一样 一般这种局呢 聊到最后 就是他们约着去打球去了 然后最后剩下我 和角落里的另外一个同事 四目相对 我说哥 你刚刚是不是也没有听懂 但是我懂你 你也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咱们哥谢谢你们 谢谢广志 三二一 请锁票 塔图姆这个听懂好吗 什么 什么 什么东西 你也没听懂 掉链子了 塔图姆又掉链子 掉链子就是没弄好 掉链子我知道 你现在都 广志说的这种社交的尴尬超越经历过吗 有 就有的时候陌生人多的时候就不说话了 那会不会有时候说话 就是接的话就会假装特别过分呢 弄个搞 好 杰哥我看没给广志拍到 我的期待很高 我也是期待很高 然后 我也是期待很高 对 我 我就觉得 就好像差让我觉得 哇 爆笑的那个感觉 但是其实有很多有好笑的地方 谢谢 谢谢 而且我来之前 我知道之前表现得非常棒 我说哇 对 对吧 那可能就是因为你来了 广志还是有一点仓促的 这一会儿 我也确实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到了上一轮 杰哥你来晚了一步 我觉得这回主要是用周杰伦的这个方式 没有用到会非 对 没事 改音乐多好笑嘛 我倒是敢唱 我唱应该挺好 挺好笑的我感觉 那不是加分了吗 可以可以 忽兰都可以rap 要不行 诈骗兄弟 那么我们广志 获得了两个拍灯四票 也请其他四位 来到舞台中央 预测一下吧 杰哥 谁能直通 莫南 毫无悬念 莫南 增加一些悬念好不好 杨丽 你好 恭喜蓬莫南好吧 哈哈 蓬莫南应该没问题 很厉害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观战间的朋友们 做出了怎样的预测 哎 挺扎堆的怎么 哈哈 哈哈哈哈 还红哈哈哈哈 没有关系 来我们看下面这位是谁 哦 不经营 有两位朋友 开心一点 杨丽 杨丽上人还是很多的 但是人多 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脸啊 支持杨丽这么丢人吗 把那小钱拿下来 你们干什么你们 唐博 唐博 唐博那个 唐博 他说那个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Dot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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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sitor 那我 Já 哎那 哈哈哈哈哈哈 ú 他平时去跟家长似的在哪里 咱俩都 高举搭起 高举搭起 薛之舍 可以 毕竟是一起是时尚主播了 那两个可以 好嘞 我们谢谢观众节目 我们还是要搞规矩 先看一下 本组票数最高的得票情况 190了吧 只有8个人没投票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得到192票的演员是谁 没什么悬念 肯定是 色位 那又从不拿了 从不拿了 从不拿了 还真是 恭喜 厉害厉害 我们恭喜从不拿直通成功 进入天花板晋级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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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把我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 反正我觉得他在天花板上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好像更俱气了 其实他去年有点挣扎 今年就你看很放松很自如 童默男我觉得有点周期末的意思 可以那个青花板了 因为童默男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放松 他上台的时候就感觉全场都是为我而来的 所有人都看他 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都是他的 就是那个感觉都特别酷 好 恭喜莫安192票 也是目前的最高票 广志严厉不经允 拉红我们将同时公布票数 有一位朋友将要离开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不好说拉红跟布姐 我觉得她老嫂子可能要走了 是 请公布这四位演员的最终得票 这一轮其实走到后面就是越来越看实力了 我自己很明显就是硬实力不够的 今天跟我预估的效果就是差距太大 节奏没乱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节奏来演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观众就是没有吃住 没有进去的那个情绪 我觉得我今天这场就是 我自己是挺舒服的 就觉得那应该就不太会淘汰了 上台之前一直担心自己搞也没写特别好 然后我觉得我演的还行 我觉得我应该淘汰不了 还真是 恭喜广志168票 杨敬170票 布京韵115票 晋级主题赛 我就不想碰见何广志气死我了不争气 来了来了品游卖品游卖品游卖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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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比赛舞台就是这样 这次想尝试一下新的风格戏曲脱口秀 但是表现得挺不满意的 但是能够晋级也是给我一次积累经验的机会 然后希望下次好好表现 吓死我 我都觉得我肯定完了 我一直问一下你 我说我晚 观众对我期待很高 然后只能说我每期都是你尽量做到当下的最好 杨丽我觉得就是算是顶住了吧 听说她早上改到四五点 就一直在改最后的内容 而且很一如既往的敢说很多话 这一季的杨丽的状态其实是比上一季要好的 希望她后面状态会越来越好吧 这一轮让我找到当年那种比赛的感觉 就真的大家以命相搏 把各自压箱的东西都掏出来 我觉得这种氛围非常好 我感觉就找到那种赛场的状态 我就想下一轮好好演 然后再重新回到天花板的舞台 感谢阿红第一次来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也是第一次被淘汰 可以 很圆满 一回来一回走 观众你今天那里我真的很想笑 那里空无一人 就是很搞笑 没事 兜兜自己最重要 好吧 好 非常谢谢阿红来玩 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聊两句的吗 我觉得淘汰的对 真的脱口秀他还难了 我写稿子 我感觉参加一轮老十岁 真的 所以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然后学到了很多 谢谢 那为什么我感觉你学会和舒畅呢 这是什么 好 非常非常的感谢阿红 虽然脱口秀很难 还是很期待 以后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能看到你 再见 谢谢阿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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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吧 再看吧 你们投稿就太难了 写稿子真的是至暗时刻 拉红的表演 我感觉观众是很开心的 要轻松愉悦地完成了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 拉红的音乐上那些卡点 就是这块出了稿 都是对的 就是它的感觉是对 它只是现在香港还 那差着 太多工作人案了 这头几天的案很可以了 拉红桑的这段演出 我个人挺喜欢的 就是它是跟大家聊天 什么歌友会还是怎么样 本身是作为一个视频阿姆主 然后能演成这样 真的算是不错 现在是邱瑞 莫南 直接跳个赛段 那下个赛段还是很精彩的 好的 我们马上有请第三组 就是看完整场的表现之后 感觉这一组才是真正的死亡之族 如果我分到这一组 可能就输了 这一组也太难了 这一组要是我的话 可能腿都软了不敢上台了 毛豆太棒了 毛豆在舞台上那种 和安天的那种劲 那就是去年的我呀 有点不要脸了 我去年没有毛豆好 建国参加了这么多季投尤大会 很热烈的工作 让大家兴奋起来 真的太厉害了 最期待忽兰那个组的表演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非常想看 忽兰那个组 是真正的死亡之组 妞妞就没有任何呈现地 在台上去讲自己的端子 蒙恩是能量很足 豆豆是在台上的状态很放松 忽兰就是自己端子的文本 非常厉害 谁没有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那这一场 谁就输了 这一组比较死亡啊 这一组每个人都是负责的 这一组谁信谁死了 今天给大家上节简单的数学课 这个四条星是超椭圆 是迪卡尔坐标器下的一个函数图形 听不懂吗 没关系 有更简单的办法得到它 来两粒一达无糖口香糖 搅一搅随时都有完美的闪亮四角星 大家听懂了吗 没听懂 我再搅一遍 欢迎各位 来到我们 播口秀大会第五季第二三段 我也采访了很多观众 我发现大众对摧尸班的音响很单一 他就觉得那些摧尸员啊 会做饭 性格外向长得胖 普通话还不好 班长 我感觉我够呛了 他这个刻板音响是招着我刻的 我弹的琴 五音缺四音 只剩一音 噪音 我们楼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学小气琴的 用现代的话说呢 那是卧龙凤厨 我俩就每天给全楼人展示 木头到底还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好多年前我们董事长带着我去见客户 当时我年纪轻轻 我得到领导的赏识很高兴 心想今天一定给他好好活跃一下 于是在董事长做下钱的那一个刹那 我把他瞪着撤了 哎呀 年龄回去 哎呀 这一组 有点说不好看看 虽然都很精彩 但是赛制规定要淘汰一位 让我们来看一下 你那票好高啊 票的好高 哇 太猛了这一组呀 限定珍惜菌山牛 有机4.0克原生乳蛋白 感谢经典菌山有机奶 独家冠名播出 鲍梗随搅随到 搅出超多欢笑 感谢年轻就要有饭的 一达五汤口香糖 联合赞助播出 早晚一刷一束 帮助口腔修护 感谢让鲍梗脱口而出的 云南白药口香护礼品 特约赞助播出 提升肌肤状态 年轻由内到外 感谢让你在舞台展现 光彩的赫莲娜绿宝 瓶金华赞助播出 爆灯有技巧 煮电药三好 感谢好用好看好清洁的 三好煮电品牌 华地赞助播出 头发出头好伤心 控油防脱养元轻 感谢让发起线不再退 退退的养元轻 赞助播出 延迟引擎老化快乐 即刻出发 感谢让引擎持久年轻的 到达耳能源快池润滑油 赞助播出 麦爸派对旅行家 超多模式随心搭 感谢官方指定作假 机甲SUV截图大圣 赞助播出 让我们海天作伴 吃得潇潇洒洒 本就没有一勺半掉一碗饭的 海天拌饭酱 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个宝 来碗茄黄错不了 感谢一颗新疆番茄 在里面的茄黄 赞助播出 好 下来是一个 快乐五分钟争计活动 网友翻牌 这个网友叫 11块买绿豆冰的这个网友说 让我5分钟内 在脑海里分享起一件 最近让我快乐的事情 那应该就是 被大家翻牌吧 我真的太喜欢大家了 看着我又算是我 学习生活质疑 为数不多的解压方式质疑 从脱衣到现在准备偷服 谢谢你们带给我的快乐 每个人都能快乐5分钟 但偷服又能让我快乐50分钟 我们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还是有还说不好笑的 我的生活对得不得没有 感谢喜悦让我们相遇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毕业留言 说实了 像这个11块买绿豆冰 我们就挂你 大家可以继续分享 自己的快乐5分钟 就差我们 差我们 我们给你翻牌了 发起来 发起来 拜拜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微博幽默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特别鸣谢内容合作平台 知乎 播客合作平台 小宇宙APP 感谢特约合作媒体 见面新闻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扎克新闻 北清网娱乐 千龙网娱乐 立立成传媒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